這一次端午特級出了很動態的龍舟選手教練 來跟我們分享龍舟怎麼滑之外呢 我們也準備了靜態的品香活動 我們會分享適合夏天的香調 以及在炎炎夏日中如何舒爽和愉快的品香 最後也有抽獎活動喔 主委來替你們謀福利了啦 希望在不變的日常找變化 聊你所想 探索更多可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ames 我目前是Hooksport的龍舟隊教練 那我們收聽Barnie Stock 把你坡起來 很多年以前我們看到新聞 有人說颱風天要幹嘛 颱風天要去泛舟啊 這是泛舟哥說的一個名言 但我們到端午節呢 如果只是吃粽子的話 那就漏掉了嘛 那吃粽子以外呢 我們還可以幹嘛 當然是華龍舟啊 最近這個2020的端午節的龍舟錦標賽 也這個錦羅密鼓的籌備當中 那這次我們也很邀請 很榮幸邀請到這個Hooksport的教練 來跟我們聊聊端午節龍舟的一些運動 還有這整個風氣的事情 那想問一下你們最近這個 備賽準備的如何呢 是 關於這一次端午節的比賽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有點縮減 那目前台北和新北市都是正常舉行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把原本的規模數縮小 往年台北市可能都是200多隊 新北市是100隊 那今年都縮為80隊 那我們的團隊啊 會在6月25跟26 就是端午節的時候參加 台北國際的龍舟錦標賽 以及 新北市議長盃的龍舟賽 那這兩個賽事呢 其實在近年來都是 國內專注度最高的一場比賽 尤其是 台北國際因為他的隊伍數是 全台灣最多 那甚至邀請很多國際隊伍 但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 所以 國際隊伍沒辦法來台灣 但是 國內的隊伍實力還是很堅強 所以為了這場比賽其實我們已經從 二三月的時候就開始在備戰了 那目前也漸漸的進入一個比賽前的 期間 所以我們會更多的時間在 可能每一周三到四次的訓練 目前的訓練上啊 其實因為我們很多人是上班族 那當然有部分學生 那在訓練的時間我們就只能選比較早的五點六點 進行訓練 然後一結束後大家又去上班 那相對 對大家來說這是蠻辛苦的 那其實這種比賽啊 在近期也很多的 運動項目轉過來 做一個華王洲的比賽 主要是因為它是一個團隊運動 那團隊運動所能夠帶來的一個效益呢 是可以更凝聚各位生活上的一些事物 所以很多的路跑團啊 三鐵啊 甚至一些公司行號也都開始加入了龍舟賽這個部分 對這大概是近幾年比較 呃 流行的一個團體運動 我那時候做一些研究是發現說 你們是呃 代表城隍廟比賽 是不是 對 呃 這個起源大概在近年來啦 呃 目前是由台北峽海城隍廟來冠名贊助我們的隊伍 那這間廟宇呢 就是在大稻城迪化街那邊 是一間很知名的廟宇 對那他主要贊助我們的原因啊 除了是推廣體育活動以外 他更希望把文化結合到體育上面 對因為主要那個城隍老爺 他其實是有在管理水 水域這一塊的 的一個方面 所以他覺得如果投入在贊助龍舟上面 是一個比較有正向意義的文化結合到體育這方面 的一個交流 所以他近幾年是很大力的支持我們去 不管出國比賽或者是在國內參加比賽 他都蠻大力推動我們 去讓我們很很輕鬆 然後很很有資源的來幫助我們這樣子 對 大家目前 哦 了解 嗯 因為我自己有看去年跟前年的那個比賽得獎名單 然後就發現說怎麼這麼多城隍廟 因為例如說不只峽海城隍廟 可能像台灣省城隍廟啊 或是其他一些隊伍就發現 好像蠻多城隍廟在做 所以等於說跟他們本身的信仰有相關聯 所以他們願意去贊助 冠名贊助這樣子的比賽隊伍 對 關於省城隍廟這個部分 也是因為我們峽海城隍廟的管理人 然後去邀請他們一起來投入這項運動 然後所以近年來大概台灣的城隍廟裡面 大概主要由這兩間來贊助一些龍舟賽的運動 那當然還有很知名台北的關渡宮啊 一些廟宇他們其實也會投入這些文化結合體育的活動這樣子 因為畢竟龍舟還是在處於如果在端午節比賽的話 其實處於一個比較偏向文化民俗運動的一個比賽這樣子 所以蠻多參賽的隊伍或是選手 基本上都是我們所謂的有業餘的愛好者嗎 還是說其實裡面也不乏很多 例如說可能蜻蜓的選手轉過來的 還是基本上還是以一般的業餘愛好者為主 這樣說好了 主要當然國內有幾支隊伍是非常專業的一個隊伍 那包含了之前在亞運會拿到兩面金牌的一個國家代表隊 那他們當然也會參加這次的賽事 那還有一些業餘隊伍 就是譬如說一些社團啊或者是一些公司行號 其實目前參加的人數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如果要比較的話 基本上業餘團隊會高於專業的團隊再多蠻多的 對 嗯 那我因為其實華龍舟這個傳統啊 是我們自古以來就有一個傳統 但是他從現在變成一個所謂的比賽或者甚至是競技的項目 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子的比賽行程 對 其實近一二十年來啊 國際上都會有正式的一個龍舟發展的一個協會去做推廣 那當然亞洲區也有 然後甚至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協會去做一個推廣 那如果要起源於比較正式進入到國際賽事的話 應該是2009年的世界運動會 那一次的運動會是在我們台灣的高雄舉行 但是這一次的比賽是被列為一個示範項目 對就是並不是那麼正式的 但是已經是首次接軌了一個國際的大型運動賽會 那再來第二次的話 大概就是如果在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 那他就已經被列為正式的項目 那甚至到2018年的印尼亞運 也是一個正式項目 還有2022年的杭州亞運 都是一個正式項目 那除了這些大型運動賽會的話 國際上也每年都會有世界錦標賽或亞洲錦標賽 讓各國選手去參賽 所以目前在龍州的活絡上面 參賽的國家速度 國家數非常多 基本上一個大型賽是至少都會有二三十個國家參加 對大概目前的發展是這個樣子 那基本上有哪一些國家在這方面的項目是比較強項 如果以亞洲去來講 中國對於龍州的愛好程度 他們如果說第一應該沒有人說第二 畢竟他們已經發展到有所謂的職業隊伍 然後甚至是有很完善的一個聯賽啊 然後一個杯賽 所以他們一年再做一個比賽的話 至少是每個月應該都會超過兩到三場的一個比賽 對那再來一些部分就是東南亞的國家 他們對於這些運動上也是非常樂中 甚至在國際比賽他們都可以拿到不錯的成績 這主要是亞洲這一區塊 那當然包含我們台灣也是非常樂中的 那在歐美上面他們比較不一樣 他們可能是一些俱樂部 然後可能是需要付一些費用來參加比賽 然後他們的那個流行程度啊 其實尤其在美國這邊也不輸給亞洲 對他們等於台灣可能是為了拿到獎金而去參加龍州比賽 那歐美他們是花了一筆大錢而來參加比賽 所以在兩個文化或一些習慣上面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對那主要這些地區都很強大的在發展龍州運動這樣子 歐美的部分是不是因為他們可能以前有這種 所謂的這種風反或是反傳的運動啊 比較像是以一種俱樂部的方式 呃來來從事這樣子的運動 所以導致他們會有這樣子的氛圍呢 呃對因為歐美他們其實在對俱樂部這個發展的系統 他們不管任何運動其實都做得好 包括足球啊籃球其實他們都是一直走向俱樂部的模式 那所以他們可能在付費習慣或者是一些消費習慣 跟我們不太一樣 對對對 嗯那我想問一下龍州他基本上跟一般其他的水上的滑行運動 有沒有什麼樣比較大的區別 因為像我自己看這個龍州錦標賽自己就有分大型龍州跟小型龍州嘛 那他們之間的區別是什麼 大型龍州就是顧名思義他就是人數他比較大台所以人數比較多 那在國際上的話正式的比賽他是一個22人級 22人級就是包含了20位滑獎手 然後一位鼓手 還有一位在後面控制方向的舵手 那小型龍州就是滑手 只剩下10個所以他變成12人級 對所以主要大小分別是這樣 那跟其他運動哪裡不太一樣當然就是在人數的多廣 龍州運動最少基本上如果以小小型龍州的話就是12個人 基本上很多其他水上運動是沒有辦法達到在一艘船上面 或是一個項目裡面有這麼多人的一個情況這樣子 嗯是跟他本身的頓位有關嗎還是說 嗯他他最隨意的要求會不太一樣 基本上他是設出一個規範 往年其實在一開始推廣的時候其實都以大龍去推廣為主 可是因為某些俱樂部啊或者是某些團隊他可能沒辦法一次抽到20個人 所以慢慢的衍生出有這個小龍小型龍州這個部分 讓大家的入門門檻變地 我可能只要找10個人就可以來參加比賽 不需要找到20個30個才能夠來參加比賽 所以可能慢慢的就衍生出來 那當然兩個差異就是 呃船型的長度差異比較大 寬度基本上差異不大 哦 了解那所以 比賽的規則 的話 一樣是 有點忘記了 大概講解一下 呃台灣的規則跟國際的規則比較不一樣 我們在台灣看 就是端午節的龍州賽大家都應該看到一個在拔起的動作 那我們都稱為奪標 那在國際上是沒有奪標這個項目的 好國際上他就是跟田徑賽一樣是衝線誰先抵達誰先衝到那條線 就是贏家 那台灣為了增加可能是保留傳統甚至增加可看性 一直很要求著奪標這件事 那奪標當然有他自己的特色 那我們也按照這個方式去做了很多年 那當然效果也是都不錯 所以目前來說台灣還是持續進行著奪標這個動作 那奪標跟田徑那個類型 例如說可能是超越線 就算完賽的話 他最大的差別或者說奪標手他本身這個職位的難度會在哪邊 奪標手他的要求通常在每個隊伍或是教練裡 他希望是一個比較輕的 因為我們通常比賽的一個長度啊 其實奪標手是沒有作用性 因為他不能滑 他只能在那邊等待 甚至最後30公尺或20公尺 他其實才爬上去這個龍頭 那我們通常都是希望奪標手他是一個身體比較長 手比較長 然後體重比較輕 對團隊的負擔比較少 所以大部分的奪標手都會取向是這一邊 那他跟一般衝線的不一樣就是在於 每個奪標手他可能在 呃上去龍頭的時機會不一樣的時候 可能就會影響到所謂的最後結果 對 就會跟一般比速度不一樣 所以變成奪標手他會是一個外力的 就是成績上一個外力的因素這樣子 嗯 就等於多了一個 嗯比較不能控制的人為因素 對就是會稍微有一點變化性出來 那那也是所謂精彩的地方這樣子 哦 那我們常常會 例如說我們常在生活用語 常會說這個 例如說一個團隊裡面啊 很廢或是沒有在做事的人 他就是這個滑龍舟的 或者是龍舟隊的選手 但我相信啊 實際上的龍舟操練其實應該是非常累的 可不可以稍微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們 你們平常日常的一些操練啊 或者是說你們會怎麼樣去準備一個一個賽事 然後你們看中的點會有哪些 好 呃 平常在操練的部分啊 其實 因為大家上班的關係 對我們的團隊來說 大概平均操練就是 一次的訓練是一個小時 那我們當然是 我們為了要讓大家有一個很好的目標 所以我們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系統化的訓練 然後以及我們也會針對科學化的訓練去導入 那當然每一次的訓練或許會是兩公里 或許會是四公里不一定 那當然就是透過我們的訓練安排 去做一個調整 那就是像剛剛講的 其實龍舟上面啊 他在20個人在滑的時候 其實你有時候沒辦法去評估說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滑船 或者是他只是跟著大家滑 那我們現在比較先進的一些儀器 那可能就是 呃 GPS像 Garmy的那種 GPS他可以看速度 我可能可以 每一個人去滑 然後去測驗一下 大家到底實力如何 對或者是用一些儀器 去拍攝 然後可以從旁邊很清楚看到他的 動作的一些完善性 等等 那這個對於我們的訓練 就會是一個更加進步的一個動力 那對隊員來說 他們也會更努力一點 所以我們目前在訓練選手方面啊 當然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 比較重職而不是那麼重量 對因為 重職還是會有更好的效果 以目前的階段來看的話 對所以我們目前走向的方式 是重職不重量 所以訓練時間 盡量都壓在一個小時內完成 然後讓他的成效達到 最佳化這樣子 對 哇一個小時其實 呃 就想像而言 反而會覺得 蠻短的 因為我想說 最近可能比賽 我可能會以為大家會 操練一整天 或者是什麼樣子 之類的 還是說你們 你們除了這個一個小時之外 你們還會有其他 呃 其他的菜單 或是其他的訓練方式嗎 呃 就是平常會要求隊員啊 自己去做一些優樣的運動 包括跑步啊 腳踏車這些會游泳 嗯 那還有所謂的重量訓練 重量訓練 其實這幾年 在台灣其實也是蠻盛行的 所以這也是都是我們的 課表一環 只是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所以這個會安排給大家自己去做 對 在團隊上面可能大家時間 沒辦法這麼搭配的起來的時候 那當然像您說的 目前接近比賽了 像我們今天其實就是 早上練完 其實下午也要安排一些時間 那我們又有再練了第二次 對 那只是針對平日的話 可能就只有 早上的時間而已 對大概是 就是 接近比賽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 在增加一些大家的體能啊 或者是增加大家一些習慣 就是對於比賽的一些習慣 到時候比賽的時候 大概會比較好上手一點 嗯 那我會蠻好奇說 你們平常的訓練的地點 會是在哪裡 然後例如說你們會 會 例如說是要用租的嗎 還是怎麼樣子 因為我在 我在想應該是有點像 碼頭一樣 就是例如說某幾個 比較平靜的水域 然後那幾個適合的點 可能就會 例如說一個點就會有好幾支隊伍 對 固定在那邊練習 那你們通常是 就是大家是怎麼樣決定這個位置 然後 呃有沒有有沒有一個什麼 契約嗎 還是說你們是怎麼樣去安排這件事情 OK 針對就是 因為大家會想說 欸船這麼大台 不可能總是每一次都 從某個地方搬過來 對 所以我們目前使用的碼頭啊 它其實是我們 台北四龍舟協會 它去 算去爭取的一個碼頭 對 那那個地點位在百靈橋下 那我們目前把它定位為台北的百靈橋龍舟碼頭 它就在百靈橋的河體內 對 那所以我們滑的水域就是 基隆河 基隆河水域 那船隻的部分啊 協會是有提供 呃公用的船 供一些隊伍去做使用 但是因為我們人數比較多 所以我們自己 去年 請我們的 峽海城皇廟 贊助了一艘船 然後我們自己也用了兌費 也買了一艘船 所以我們目前自己有 兩艘 國際型的大龍 大型龍舟 當作我們的一個訓練 船隻 對 所以目前我們大概自己 我們目前就是使用 公用的一個碼頭 然後使用自己的船 去做一個訓練 這樣子 嗯 欸那我就會好奇說 像這樣子的大型龍舟 它的造價大概會落在 多少的價錢 那如果又是說 呃有一些 國外或海外比賽的話 那像你們這些參賽隊伍 是會自己 背 背龍舟過去嗎 還是 還是怎麼樣呢 是 欸關於造價的部分啊 因為我們使用的是 欸現在目前台灣使用 大概兩種船 一種是 所謂手工的 手工人造的一個 木船 就是木頭打造的 一隻個船 那我們現在購買的是 玻璃纖維的 就是一種複合材的船 那我們這個造價大概落在 20到25萬 那木頭船 據說好像要在 超過50萬台幣 對那因為它是純手工 所以它保留了很好的 一些文化特色 對但是因為國際賽為什麼不使用 可能製造的廠商比較少 然後加上 木頭船有一些差異就是 它可能在重量上 沒辦法像複合材這麼好去操控 它或許一台船差了100公斤或50公斤 那我們目前購買的複合船 它是有一個規範在 就是落差應該都在5公斤以內 對所以大概目前的售價會 一台船的售價會這樣 那關於出去比賽 其實目前來說龍舟都是使用大會提供的船隻 所以不管在台灣的北中南比賽 或是甚至出國去參加一些比賽啊 其實我們都使用大會的船隻 那我們自己會攜帶的就是龍舟獎 對龍舟獎是開放給各隊員自己去使用這樣子 嗯 對對對 嗯 好我這邊聽到這邊就會蠻好奇 就是說我們剛剛聊了很多 關於龍舟的競技運動啊 還有相關的文化跟選手一些日常 那我們就來聊一些說 呃大家比較生活日常的東西 好比說現在水上的活動很盛行啊 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一定都有滑過 不管是SARB這種立獎啊 或者是這種獨木獨木舟啊 對 甚至之類相關的船啊 舟之類 大家有沒有覺得說 常常在水面滑的時候 好像很費力但是都不前進 或者是說 就是好像沒什麼效果 那這邊就想要請問一下教練說 我們在滑舟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要著重的要點 我怎麼樣可以滑的就是又快 但是又相對省力呢 對 講到這個部分 其實在目前我們訓練的這塊水魚 就是所謂台北市的基隆河 它是有潮汐分岔 所以它的 它會每個時段的順流逆流會不太一樣 所以它這個流動很快的時候 順流的時候 其實不滑它也會移動速度很快 那有沒有什麼訣竅呢 對於龍舟的部分 訣竅當然在於團隊的默契 然後以及個人能力的提升 那這個其實轉換到 所謂的薩伯利獎的部分 或者是獨木舟 其實也是一樣 如果有好的一個節奏啊 或者是好的一個體能 然後對滑行 就一定會有幫助 那可能因為通常我們會在水下去指導 可能比較能夠體會 用講的可能比較難去做一個體會 通常就是向後滑 船是往前 那講一定是向後滑 然後讓它的動力會更好 而不會是向上或向下這樣去撥水 大概是這個概念 嗯 那有沒有 因為這東西畢竟是比較實操性的 但是有沒有一些 呃 例如說盡量避免的 或者說 呃相對錯誤的行為 OK 就是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啊 滑船這個東西 我們已經結合到的是運用 身體 呃 應該說這幾年 其實 不管健身房或一些 社區他們都很了解 有一種叫做核心訓練 那我們現在 可能大家會覺得 滑船好像都是用手在滑 那其實 這邊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其實滑龍舟 或者是滑獨木舟 或者是 其他滑船的運動 它大部分都還是靠著腳跟身體去發動 所謂你的核心力量 才有辦法轉換到 手上的滑動 所以可能就會跟大家往年過去 就是自己想到說啊 我滑龍舟 或者是我滑獨木舟 就是一直用手滑一直用手滑 那其實 手的肌群 它是比較小的 那 你 它如果你連續一直很強的操練的話 對於 體能上的負荷是比較沒辦法撐住的 所以這幾年 導入在滑龍舟啊 你的手滑降這樣子 會讓你的整個續航力啊 甚至力量都會 達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那個運動表現這樣子 喔 就是 例如說我們在做很多 呃 運動的時候我們都會一直想到用手 或是臂力的部分 但其實很多時候是核心 甚至是下盤的部分 對 開始做發力的部分 才能滑的比較持久 喔 那最後想要問一下教練 如果聽眾對於 呃 龍舟或是相關的滑獎運動 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開始 去做初步的接觸呢 呃 目前來講 因為今年是疫情的關係啊 所以往年台北市政府 它在 大家河濱公園 就是我們龍舟比賽的一個場地 它都會辦一些體驗營 那其實可以上去 台北市政府體育局 它就有一些相關的活動 那目前我知道好像 桃園的龍潭也有在做一些 相關的活動 對 那這個就是比較 關於 地方心或政府 那當然有一 目前國內在台北有一些團隊 專門是在做 呃 不管企業的一個 龍舟 龍舟訓練啊 或者是 一些體驗活動 其實也目前房間有很多間廠商在做 那當然也可以找我們 我們本身也是專門在做龍舟訓練這一塊的 對 所以如果有的話 應該上網去做一些搜尋 龍舟體驗啊 或者是龍舟訓練 應該就可以找到不少相關的資訊 這樣子 嗯 了解 那像是 呃 你們隊上的隊員啊 通常都是怎麼樣去 找尋或招募的呢 還是說他們自己看到有興趣來詢問的 對 關於這個招募其實是 每一個 每一個隊伍他們 最 最艱難的一項任務 因為總是要把人推 推入坑 就是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 我們自己在招募的時候 其實我們本身 很多 那個 就是你一開始提到的 蜻蜓選手 或者是 甚至以前是 大學龍舟校隊的一些選手 那我們就是透過一些 呃可能學長姐的一個制度 去把他慢慢帶進來 那當然也透過這些人的朋友 然後再去 尋找一些喜好運動的人士 去把他帶進來 所以這幾年來說 我們都是 透過一些學長學弟 或者是學姐學妹 去帶動一些隊員進來 對 那其他有些隊伍他們就是 可能是一個路跑團 像我們現在在指導的一些隊伍 他是有路跑團 然後他會是有一些公司行號 甚至一些 我們還有指導過一個 政治大學 他是一個IMBA 就是都是國際學生 那他們其實對這個文化 和這個像運動也是非常樂中的 對 所以可能會從生活中去帶 更多人進來 目前的模式比較多是這樣子 原來如此 或是有一些 已經有一些 呃 運動愛好的 一些朋友們 他們可能就對這樣子的活動 會有更高的興趣 對 或者是也可以玩的比較長久 這樣子 對 OK 了解 好 那最後也預祝 嗯 應該要說 說Hooksport還是 呃 峽海城隍廟呢 就是你們最後還是 今年這個錦標賽 會是以 峽海城隍廟的 名義 出賽嗎 還是 對 欸 今年的話我們台北市是以峽海城隍廟 那我們還有參加另外一個新北議長盃 對 那 我們那邊抱了兩個隊伍 那當然一個還是台北峽海城隍廟 那另外一支隊伍是基隆市的一個魚市系列贊助我們的 好的 對 那最後也預祝你們可以在這一次的比賽取得佳基 因為我看你們去年也有不錯的成績嘛 是 還可以 對 對 好的 那我們今天也謝謝Hooksport的教練 James來跟我們分享龍舟的相關的運動 還有他的一些文化啊 跟一些有趣的知識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類相關的品味生活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來信來訊跟我說 那Barny's Talk就到這邊囉 謝謝 拜拜 謝謝Parny 拜拜 謝謝Parny 謝謝Parny